一发现了 公租房的一大特点 就是住的推他们远了 这附近好慌 慌是肯定的 和10万余元的公务园小区 肯定是没法比 看一看 你也跟那些咱们之前去的 优待对象的小区 公务园小区比一比 你肯定也能明显感觉 今天咱们一会去燕保台湖家园 看一看 那就是真正的老百姓的保障房了 先吃点 听说有朋友爱看吃播 但实际上 一个蛋 一份牛肉饭 然后两个小时 一般不能说好 但是说中午饭肯定是能凑合 今天在的这个地方 是万科城市之光 这边 万科城市之光 这小区房价算了大概4万多 万科的项目 这附近的房价基本都在4万到5万之间 也有一小部分是6万的 然后这块实际上也是保障房的所在地 燕保台湖家园也在这块 这个前面是它的一个商业社区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因为其实全国商业不太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边还有高铁 能听到高铁的声音 然后其实头两天我也带你们看了公务员的小区 还有那个 优带优属对象的小区 然后一会咱们再看看这个 真正的这种连租房的小区 其实很少有人去真的去看这些东西 我也只是带大家看看 然后有什么样的反思 还得各位自己看 但你说中国奇葩的地方在哪里 公务员里也有开豪华车的 优带对象里也有开豪华车的 这连租房里搞不好也有开豪华车的 你肯定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说从上到下都差不多 你很难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真的 真的是很难 那些你看不明白 但这些都是大家能看得明白的 对吧 其实北京我之前说过无数次 北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房子没有空的 住宅小区就不存在空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商业 商业就是越来越差意思 都是关张的 感觉这小区要比一般的那种小区要好一些 倒闭的也有不少 倒闭的也有不少 但是至少有一半多吧 一半多一点点都在营业 然后这片区的人多 你不光刚才那个城市之光 就万科的项目 这边烟宝小区人也多 你看这个烟宝家园就是公租房项目 说实话的价格是真便宜 即便是这个的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 你也不能确实是照顾了低收入群体 这你得实话实说 因为你像烟宝家园的话 它每平米的单位价格 39元每个月 对吧 它最小户型是33 最大户型是59 就算60吧 你就是租60平的那个 一个月40 对吧 4624 2400啊 朋友们 60平跟这租金2400 这公租房可以 真可以 而且确实也是摇号排队的 但是 好多话你也没法说 但是这公租房里 也有很多开好车的 你这咱就没法细说了 然后有人说公租房也被好多什么不符合条件的占用了 怎么说呢 因为 因为你像这块的公租房 我家有亲戚摇上号了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应该问题不大 一般你都能 老百姓能摇上号了 这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你说多多少少会不会有一些 瑕疵啊 那难免啊 总会有个害群之马 但应该是普遍上大多数都是正经的这种 符合联租符合公租房需求的人 有意思 也挺有意思 万科翡翠四季 那个北边是联那个公租房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 在相近似的位置的时候 就让人感觉很差异啊 就稍微高档一点的小区 和公租房其实也是在一起的 但你看万科翡翠四季的房价 对吧 就得五六万了 公租房咱就不说了 因为它没有售价 租金又非常低 咱不说彩虹屁吧 这个你不得不说 它确实造福于民啊 这是真的呀 对吧 然后一会咱们看一看 你也跟那些 咱们之前去的优待对象的小区 公务园小区比一比 对吧 你也你肯定也能明显感觉到 就是隐隐的感觉啊 其实底层人民生活还是有个保底 但你说跟公务园肯定是比不了的 对吧 你看这也是 这也你看楼鞋顿看出来 烟宝的 最小的33平最大的是39平 那就是差不多是2400这种60左右的房子 59平的房子 然后这个33平的话呢 就大概1200左右 这种房租确实是绝无仅有啊 那你说赚钱你都挣不出来 我那也是扯淡 你跟楼下打工 一月拿5000 你跟这租不起房子 那我也没法说 那你就真的 就自己不想活下去啊 反正很多事 这国家就是最低保障 最低保障还是有的 但说实话 你像咱这岁数的人 想稍微挣点钱 难了 你这底下商业也是一塌糊涂 是吧 因为它这个属于连租房 所以它的户型 非常变态 怎么说呢 就是你很难看到正向的风景 也可能是它为了尽可能的增加容量吧 然后咱们过去看一看吧 这东西说实话 你不去不知道 你也只能进去看 你才知道户型跟结构 都是这种小户型 因为它最大的 也不到公务园的里面 最小户型 公务园那个广华新城 它最小的户型都是70平 70多平的 你看这个公租房里 最小的户型是33的 最大的是59的 所以你看它的密度 就明显要比那个高很多 这肯定是不能比的 对吧 行吧 咱们从那边进小区 瞅一 它这个地儿 虽然很偏 就又沿着高铁 那边啥也没有 对吧 又很远 但是它的价格也是 也是这附近 最便宜的 你也无话可说 其实你看像北京海 有些过得特别惨的 是能分到这里 因为我认识一个小胖子 就是当时也不是太好 他也摇到公租房的号了 也是有保障的 但是还是那一块吧 最低保障 在这个国家是有的 但是你自己不是 不想翻挣钱 谁也帮不了你 对吧 那因为现在经历下井 你想多挣钱 卧槽 真的他妈 可比以前难多了 想翻身 没以前那么容易 除非你真的是从事 像大家都在考工嘛 对吧 除非那个路子 你还能维持体面 你像我们这种 之前做IT的什么的 又有一段时间不做 又服务于国有企业事业的这种 很难 出国都不知道干嘛 要不现在学习呢 卧槽 还有鼓励我修水管的 朋友我谢谢你 我学学修水管 修空调 修洗衣机什么的 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开玩笑 咱走的可能也不是那条路 走吧 咱们留一圈看看 这里全是小户型 但是它建设的也还可以 这跑道铺椒 真铺椒 咱们看看一梯几户 肯定这个一梯的户数 就比较多了 你看它物业还算是用心啊 这边上都是花 但是该修点的也得修点修点 这就是公租房 咱们这边实在不行的人就住这儿 给我的感觉还可以 这环境跟绿化 因为它密度大啊 因为它密度大啊 所以它人间绿化面积是低的 走吧 上去看 28层的 咱上去 如果能往北看的话 你能大概看到 这附近好慌啊 慌是肯定的 和那个十万余园的这个公园小区 那肯定是没法比啊 但是这个要说保障你生存生活 也确实没问题 你看一倒了 看看有没有北面的窗户 我感觉够呛 这种能看看大概吧 这周围的楼其实比较少 主要还是这个位置比较偏 走个通路看看那一提几户 四户 一二 四户 那边四户 它是八户 咱们八户小不行 不应该啊 不科学啊 我操 这楼不科学啊 三户 北色的窗户也有 我就跟你们说吧 但凡这个不锁门的 物业都不太好 咱就不过人啊 在布着店呢 这边瞅瞅啊 这边瞅瞅啊 走啊 一发现了吗 公租房的一大特点就是住的推他们远了 但你说风景好吗 和那个公务园小区确实比不了 但是也能看到CED 你们没想到啊 更远了 我的天哪 如果这个镜头大家可以解爱的和之前去公务园小区的镜头比一下 跟广华新城比差的多远 还差五六倍了 我的天哪 你这样其实是可以放到北京城的 人跟人也不能这么远 毕竟公务园干的和咱普通老百姓也不一样 哎 上期的广华新城 离这CED比多近啊 不变雕就相当于这种镜头啊 这我的天哪 十倍啊 看十倍变雕 不不正常的推移 你们说离那有多远 这是五环来还是六环来啊 我也没看地图啊 下面有高铁 大家可以看到 是条高铁线 景色还可以吧 算是北京的风景 北京东边的风景也算是一览无遗了 然后大家可以往北看 北边的话 那边有电厂 能看到电厂吗 这块 我在这 电厂 其实北京电厂很少有 要来火车了 要来火车了 要来火车了啊 感觉听到火车声了 没来啊 不管他了 给他卸油了 你说 咱们把这种北京的这种几大保障型房子都看了 公务园的广华新城咱看了 幽带的那种 是百安家园 咱们也看了 然后最后这种是 这个就是在次渠啊 就是一种真正的这个稍微 差点意思的老百姓的这种房子 它也是有保障的 基本上都是有保障的 哎高铁来了 哈哈哈 远是远了点 但也是让所有的人民百姓都看到了高铁 都幸福了一把 是吧 房子稍微小点 但是你像那种一居的 也不会给你家庭 他们一般家庭也是给两居的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行咱们从这烟堡的这个家园里就出去了 其实简单说两句啊 这地儿偏虽然偏 但确实是没啥可说的 因为确实亲戚摇着号上 然后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也摇着了 就证明这个虽然面里小吧 但确实还是给人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啊 位置真有点远 真有点远 但是这小区 基本上 该有的都有 该有的都有 然后租金非常便宜 然后你在这生活不会特别累 要北京人的话 因为你肯定能 你肯定可以排号嘛 对吧 会好一些 外地的也比不了 真比不了 这房子你租不着啊 对吧 今天就这些吧 拜拜